红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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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早 红公鸡在田野间散步 走着走着 忽然 发现了一个东西 红公鸡 低下头 好奇的想 这是谁家的蛋呢 怎么 放在这里呢 要是感冒了 就不好了 红公鸡 请母鸡帮忙 母鸡们说 没空 这不是我们的蛋 我们得敷自己的蛋 红公鸡 回去等蛋主人的出现 等啊等 从早上等到晚上 天下起了鱼 红公鸡 又冷又饿 忽然 草丝里 发出了沙沙沙沙的声音 一条 凶猛的大蛇 扑向它说 我好饿 把蛋给我 不然 我就吃掉你 红公鸡 紧抱着蛋 生气的说 我不会让你吃掉 我不会让你吃掉它的 索然就 飞快的跑走了 唉 怎么办呢 把它留在那里 太危险了 可是 谁来照顾它呀 谁来照顾它呀 红公鸡 左想 右想 终于决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 自己来孵 这个蛋 什么 红公鸡要孵蛋 知道了以后 大家都大吃一惊 这一天 红公鸡的家 特别的热闹 红公鸡成了大英雄 母鸡们 教红公鸡敷蛋 请红公鸡吃点心 还找来毛线和书本 让它不无聊 日子一天又一天 慢慢的过去了 不知道 会呼出来什么 红公鸡忍不住好奇的想 这会儿 它又这么想着想着 就打起瞌睡来了 在梦里 红公鸡好像看见了 肚子像那破蛋而出的 宝宝 像是一只猫头鹰 又像是一条大蛇 不一会儿 又像是一只大鳄鱼 下一秒 终 又变成一只大恐龙了 当它带着恐龙宝宝去散步的时候 大家都大叫 哇 全都吓坏了 天啊 红公鸡尖叫着醒了过来 乌兰感觉到肚子下面有东西在动 一只小鸡正着破蛋壳 露出头来 红公鸡很高兴说 好可爱的小鸡 你长得真像我嘞 现在红公鸡又开始每天早晨散步了 不过不再是这个儿出门咯 傻鸡有傻狐